这两天人们看到了一个专项诊治 为期半年的是针对这个网络企业的 以数据安全为名义 那么工信部呢是搞这个专项诊治 大家认为好像刚开会嘛 可能还会有一个过程 但是这个过程非常快 刚开完会 微信就不给注册了 按微信自己的说法是暂停注册到八月初恢复 其实一直有一个传言是说 习胖墙控制所有的大型网络企业 这些企业像一个双人舰一样 他们在被政府利用收集大数据的过程中 可以说是出了汗马功劳 这个功劳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由企业完成的 如果说大家对这些企业熟悉一些的话 就不必去嘲讨讨论 甚至谈讨讨讨讨讨论 他们响应政府的号召 把大家的隐私 无条件的奉献给这个集权 实际上有两个事实 大家应该注意一下 第一个 作为老百姓 甚至基层的公务员 他们一直有一个最本能的想法 就是咱不造反 咱知道有人在监控 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叫什么呢 叫质押隐私 来换取更多的安全 他不怕你监控他 那么第二个 请大家注意一下 中国所有的大型网络企业 即便你认为是民营的 但他们早在 取得一定垄断地位的时候 国安部和公安部就入驻了 涉及到监控的 不仅仅有这些企业的技术人员 更多的是专业的监控人员 就像文革期间 国安部暂时被解散了 那么有没有人做类似的工作呢 在公安局里 专门有一个监听处 或者叫八处 他其实干的就是国安这个活呀 所以不要指责这些企业 或者说突然你发现了 这些企业原来在监控我们 其实早就有监控了 而做监控的这些人 他本身就不是企业的正式员工 他是在编的妥妥的工具 那你说到了今天 什么人应该担心呢 可以说从这个 言论相对宽松时代 就在发表着对社会上的一些不公的现象 进行传播 揭露 抨击 甚至调侃过习胖的 都属于不安全因素 很多人现在是后知后觉 认为 今天 中国看到的这一切 显示出习胖有多大的决心 其实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放弃在 对全民监控 这一类的事上的 关注度 那么原来大家常用的是平面媒体 你注意看一下每份报纸 它的中缝 下面都有一行字 某某某宣传部监制 那大报可能是中宣部 那么省一级的报纸呢 是省委宣传部 那在 下一面 你平常 经常会看的 比如说晚报 承报 下面一般都是市 市委宣传部 那么电台 电视台 这一类的 被谁占领的呢 你听起来好像是广告 是吧 但是我告诉你 私人或者说民营企业是插手不到电台这个行业的 那电视台你就更不用想了 你听起来好像这个是合资 那个是卫视 你看到了股权有 几次更迭 民营的趋势越来越大 份额越来越大 甚至有一些 报刊杂志 电台 电视台 在他们的宣传中 已经国际化了 那你想想 他们归谁管 那中宣部嘛 对不对 党的舆论战事 跟外交战线 是两个 红色基因 最聚集的地方 连续可能有十几年了 无论是宣传口 还是外交口 丑闻叠出 是因为技术官僚越来越少 依靠红色基因 进入 这两个口子的人 把整体素质拉下来了 说这个互联网时代 希望非常关注他 希望大家都能 谨小慎微的活着 别把皇上惹火了 但你现在知道 已经晚了呀 之前我们看到 对一些垄断企业 大型企业 这种打击 甚至罚款 而且罚单 都是几百亿人民币的级别 大家认为 天方夜谭 怎么会呢 但他都已经 出现在你的面前了 没有任何人 在这个政权面前 是安全的 当然也不存在 任何企业会获得豁免 那么工信部 这次重点打击的 其实有几个方面 按他的说法 四个方面要严打 八类问题 那哪四个方面呢 扰乱市场秩序 侵害用户利益 威胁数据安全和 违反资源和资质管理规定 这些问题归根到底 都是中信部 网信办 再三强调的 其实都是涉及到政权 安全边界的一些问题 你认为他是在保护网民的利益 或者说保护你的信息 其实你想多了 是吧 他要的是独占权 或者说他有第一时间 拥有所有信息的权利 仅仅是分享 他都认为满足不了 他现在的要求 连公安部前段时间都开始谈 防止颜色革命了 说明他对统治的合法性 心理打鼓 那么他现在非常担心 一片热油 沾上了外来的冷水 把他激化了 没有人知道这个政权 能维持多长时间 很多人都快在说 共产党这么强大 他的成员都快上亿了 再统治个二三十年 都没有问题 那是你的想法 你只看到了他的庞大 没有看到他怎么维持这种庞大 利益阶层过大的时候 整个社会将负担不起 那如果说外部世界 跟他开始切割 哪怕是做一个姿态 你要知道 就如同明星跟士气一样 看不见摸不着 当大家的信心对未来的期许 降为零 甚至变为复数 一切将和现在完全不同 可能大家后知后觉 或者说在 国际行情 传导到中国社会各个层级的过程中 认为有一个时间差 暂时你还感觉不到 但你不要忘了 习胖这个政权 包括他们各部门的管理者 非常清楚地知道 他们在国际上不受待见 在国内丧失了人心 他们不断地在钳制舆论 甚至重新把他们手上的这些工具 这些网络企业就类似于工具人一样 他们自己还不放心 还要再三地清理 一轮又一轮地严打 打的都算是自己亲生孩子了 你还感觉不到他的恐慌吗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